大家好,欢迎收看经典传奇 很多人到庙里烧香拜菩萨都会这么许愿 菩萨啊,只要您保佑了我的心愿 到时候我一定给您重塑一朵金身 这话呢虽然虔诚,但也告诉我们 这些个菩萨啊,其实呢都是人做出来的 之所以精通传传 那也不过是因为人们呢 往这个塑像上涂了金粉 或者是镀了一层金子 不过呢,我要是告诉您 有个地方的菩萨不用人们去做塑像 更不用镀金身 他自个儿就金光闪闪的在那坐着 您信不信不信 还是能救老婆 咱们呢,一块去看看 在河北省邢台市呢 有一个后马庄村 村里呢有一个人叫张锡岭 那就是这位 2007年4月的一个晚上 张锡岭呢开着车回家 车到村口的时候呢 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么因为村口有座墓地 诶,进村的时候呢 这车灯啊,刚好就照在了墓碑上 这一照不大惊 张锡岭突然就发现 这墓地里呢好像有点不大对劲 于是呢,他下车啊 就走过去想看看究竟 可还没等他走到墓地 眼前的景象呢 先是把他给吓了一个魂飞魄散 好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那么等清醒过来呢 只见张锡岭 噗通一声跪下 就开始磕头 哟,怎么回事 这张锡岭在墓地里面 看见了什么东西啊 不,不,不会是看见鬼了吧 不对呀 要是见了鬼 那他应该是扭头就跑 才是啊 怎么还磕起头来呢 哎,没错 张锡岭看见的不是鬼 而是菩萨 原来呢,一靠近墓地 他就看见对面的几块墓碑上 赫然出现了几个 精神菩萨 你说菩萨显灵现真身了 那还能不倒头就败 可等这张锡岭磕完头 抬头再往这菩萨现身的墓碑上 一看 更怪的事出现 刚才还金光闪闪在那端坐着的菩萨 一下子呢 又不见了 哎,你瞧这一惊一炸 老张是开车开酒了 眼睛看花了 要不 那就是他多喝了两杯 他醉得产生了幻觉 不过 人家张锡岭呢 可不这么想 他说呀 自己也没花 更没喝酒 的的确确就是看见了祖师爷显灵 我都心里一感觉 我是不是我 是不是我有缘分能看到这个 师祖显灵 祖师爷显灵 说到这儿呢 还得给您交代一下 这厚马庄村呢 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村子 村口的墓地呢 那也不是一般的墓地 厚马庄呢 是著名的梅花泉的发源地 而村口这块叫 周氏牧群的人牧地呢 那也是这个 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么里面埋的 那就是后马庄的老祖宗 梅花泉的祖师爷 周鸿毅和他的子孙 据说呢 五百年前 五一超群的周鸿毅 那就是在这个后马庄 创立了名震江湖的梅花泉 所以呢 直到今天 这梅花泉还在村民中 代代相传 嗯 也对 祖师爷的墓碑上 有金身菩萨献身 那不是这个祖师爷显灵呢 还能是什么呢 张熙岭啊 那是赶紧地跑回村里 把自己看到的呢 告诉了村里人 哎 不少村民 拿着这手电 马上也来到了 祖师爷的墓碑前 一看 哟 还真是张熙岭 说的那么回事 啊 不失分了 这边呢 本着 看着不失分了 这个背后 啥也都看不懂 光看着人在这 这样的 哎 这往我说了以后 我才想出来 到这一看 就是 就是能够 吃这个 吃杯上的 想他们论口 想认识 这没发现祖师爷的金生菩萨 写灵献身的这消息一传开呀 这后马桩呢就热闹 本村的外村的烧香磕头的 看兴起的做买的 把个这个村子啊 那是挤得水泄不出 转走出来乐得多了 有甚至玩笑玩声 吃下唱的玩声都不出来 以前喝的 山中了 是吧 你不说外地去 吃下廊的都有 过来看 总之后马桩祖师爷显灵 这事啊 一时间闹得那是沸沸扬扬 可这时间一长呢 来的人一多 这闲话呀 也就出来 什么祖师爷显灵 什么金生菩萨呀 那都是后马桩人编出来 蒙人骗钱的 俺们没看见他们的祖师爷 哎呀 倒是成了他们村的财神爷 哟 这话怎么说呀 原来感情这祖师爷 墓碑上的金生菩萨 它不是啥事都现实 白天呢 任谁也看不见 那晚上呢 有的时候有的人呢 说能够看见 有的人呢 却啥都看不见 所以 这才有了上面的闲话 那么听了这些闲话 后马桩的人呢 那就不在意了 俺们可没说什么 瞎话蒙人 俺们有证据 什么证据呢 一张后马桩村民 自己拍的照片 说我们骗人的 你们自己看看这照片 这脑袋 这身子 这满身的金光 那不是菩萨写定 还能是什么呀 哎 也是啊 有图有真相啊 不过呢 又要这年轻点的说话 一张照片能证明啥呀 这年头电脑PS 这孩子过的照片是满天飞 谁知道你们厚马装人 他也没有在这个照片上做手脚啊 怎么我们就看不见这菩萨现身呢 反正呢 这信的不信的 一场口水仗打的那是如火如荼 哎 就在这时期 有个爱较真儿的人呢 他就站好 一门心思的想要把这事啊 给弄得水落石出 爱较真儿的那就是这位 他叫左军山 是刑台电视台的记者 听说这金神菩萨写灵的事以后啊 他带着照相机 叫上了几个同行 就直奔后马装的这块墓地 我不相信显灵 我相信这种现象是 确实 大家看到的 我相信是能 我都能看到的 也是 作为一名记者 菩萨写灵这样的迷信说法 那不能行 不过呢 老左心想 您们拍的那张照片 如果没照相的话 那自个儿 那应该也能拍到 那有的照片 这事情不就容易弄清楚了吗 所以 那天晚上 他和几个记者呢 早早就下了照相机 就等着金菩萨现身的这一刻 可结果 您猜怎么知道 等了一晚上 连金神菩萨半个影子也没出现 还更别说 把他们给拍了下来 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刚刚村民们可一个个都说的是 有鼻子有眼的 难道真像有的人说的 这村里人那都是骗子 为了发财 编出了这个菩萨显灵的故事 墓碑上今见金身人像 他们是不是梅花拳祖师也显灵 为何记者苦苦等待 却拍不到金人现身 是村民哗众取宠 还是另有真相 经典团企正在为您解密 这一尸体大约在火化到20分钟左右的时候 听到那个 自己爆炸的 看我就吓了一跳 像个背货一样的那么大 我从来都没见过 像 认像 认像 整个机枪让我来过来 接过来一场 对 对 就说他体温一个没有 他身体也没有 像 血液 用瘤 就来抓一下 保护他 他从念条贴气之类的那种想法 轻轻当当的 这个已经吃起了一个人家 他确实有这个图像 你自己认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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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相信显灵 上节说到 后马庄 周氏墓群的几个墓碑 到了晚上 你就能看到 上面出现金光闪闪的菩萨像 一到白天呢 哎 却没影了 人们都说呀 这是祖师爷显灵 谢了真身 不过 记者左君山和一帮同行 在墓地呢 守了整整一个晚上 他也没拍到 这个金身菩萨的影像 那您肯定要说了 哎 闹了半天 感情又是一个骗局呀 哎 左君山虽然没拍到金身菩萨 可人家却不这么想 所有的媒体记者 都是出了白天这个彩虹去 他没有准备晚上白天 光线没有准备做 胶片杆功力不够 没错 学过摄影的就知道 晚上拍东西和白天呢 他不一样 得另有一套通道 所以呢 左君山做了周密的准备之后 又回到了后马庄 哎 别说 这天晚上 他真就亲眼看到了 这金身笔道 有脑袋 有身子 全身的金光闪闪 可当他兴冲冲的回到城里 想把这些照片给洗出来的时候 哎 他拍过的胶卷上 竟然空闪无意 什么都没有 哟 这是怎么回事 照相机出问题了 左君山呢 把这照相机啊 仔细地检查了一遍 还又拍了几张照片试试 哎 相机和焦点呢 是一点毛病没有 晚上光线不好 没拍着 也不对 老左那是一个老资格的摄影师 晚上拍照那是家常便饭 从来没发生过的这种事 何况这次呢 还精心做了晚上拍照的准备 可自己明明亲眼看到了 还亲手拍了下来的东西 那胶卷上他怎么愣是没有呢 这让老左是百思不得起 从摄影理论上讲 我觉得应该是 只要人肉眼睛看到的 就能拍下来 老左照片上 啥也没拍着的怪事呢 很快就传回到了这个后马庄 那有村民就说了 我早就知道他拍不成 开玩笑 这祖师爷显灵 那是说拍就能拍到的吗 那是俺们村的祖师爷 怎么会在一个外人面前 轻易露脸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对村民的说话呢 要跟以前老左不会打回手 可眼前的事实 又让他没法解释 难道这祖师爷的精神 真的不在外人面前显露 这时呢 老左突然就想起了多年以前 发生在同行镇上的一件 类似的怪事 那是1994年的一天深夜 住在贵州都西林场的任人们呢 先是被一个巨大的巷子吊醒 接着呢就看到两个闪着 四目红光的这些不明飞行物 在天上盘旋 那么出门一看呢 人们被眼前的这个景象啊 静呆了 瞬息之间 林场400亩的银子和工厂里面 做柱子的这个钢管 全被齐刷刷的拦腰解断 50吨重的这火车厢 都莫名其妙地移动了几十米 那么这事发生以后呢 当然少不了这记者去采访了 可是 所有记者在现场拍摄的照片 都莫名其妙地 洗不出来了 后来呢都西林场的怪事 被人们认为是外星人的飞劫干的 而记者们之所以洗不出现场拍摄的照片 那是因为这飞劫登陆地球的时候 在周围啊 留下了超强大的磁场 干扰了拍摄 诶 想起这事呢 左军山这心里 那可就有点含糊 难道这神秘的金身菩萨 也和这外星人有关系 可惜啊 凭他一个人的能力 那也没法去这个解开这个磁场 只能在已经拍过的这个胶卷上啊 再想看 诶 对着那些空白的底片呢 他是一遍遍地反复观察 终于 在一张底片上 他发现模模糊糊的像是有一点影子 那么再把这张底片用最好的设备一冲洗 诶 奇迹出现了 那些神秘的金身菩萨 终于在照片上显出了真神 我没有哪件事 说让我 对 对冥冥中的事 信过 没有哪件让我从冥冥中信过 我只能说 这个现象是一种现象 我承认它确实 有这个图像 但是我只能说 这个现象是可以解开的 金身菩萨现了身 老左呀那是性格 不过呢 就像他刚刚说的 人家信的 他不是什么祖师爷显灵 他要做的呢 是怎么去解释这些诡异的现象 墓碑上怎么凭空在晚上 他就会出现金身人像呢 而白天却看不见呢 为什么有的时候 有的人能看着 那别的时候 别的人却看不着呢 为了找出答案 左军山从此那是泡在了村子里 他从各个方面仔细地打听 有关这墓地和墓碑的时候 有一天呢 哎 有个村民无意说的一句话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在这用黑提 把这个碑 你看这磕碑之间 他都是用提刷的 因为他晚上 鞋子的时候 磕子的时候 又一磕 所以这个世界一战 他那个黑提 又老了又不老了 那他那个什么 刷得不一样 这个弟子们说 他买日金黑提 我再刷刷吧 也就是说 这些墓碑呀 后来村里人呢 全都用这黑漆 给重新漆了一遍 那么再一打听呢 张锡岭 第一次看到金身菩萨 正是这个墓碑呀 重漆之后没多久 哎 你说这事儿 会不会和这个金身菩萨的 出现有什么关系呢 左军山想到了 公路路牌上用的这夜光漆 那东西啊 那也是白天不显眼啊 那么天以黑车灯一照 哎 那就开始闪闪他过 难道说这村里能刷墓碑 它用的就是这个夜光漆 也有了说 很麻烦除弄人的 也是很麻烦除弄人的 说是他们说除弄人的 他们说是 也能用野光提火来些 他们是整个弄好的 是吧 也是很麻烦除弄人的 可是从咱们指的弄好的 人们没这个 没多那个 在那几十方面 没这么高 左军山到这个墓碑上 取了点黑漆一化验 村民没说谎 刷碑用的呀 不是什么夜光漆 那就是普普通的的黑漆 看来今生人像的出现 跟这漆那是没什么关系 它不是漆的原因 那会不会是 这个造墓碑的石头 它有什么古怪呢 有了这个想法呢 左军山对造墓碑用的 这石材 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 可结果呢 也让人失望 墓碑呀 那就是用这个随处可见的 普通石材做的 更关键的是 同样的石头做的墓碑 有的上面呢 会出现这个今生人像 而有的上面呢 却什么也没有 这碑给的那个碑 这都是一块做的 它这个碑上吧 你看它都是 同样用这个 钱粉这个 这个这个 什么样的这个材 也都是同样刷的黑漆 但是这个碑上吧 它什么也不像 看来 这今生人像的秘密 跟这个墓碑的材料 那也没什么关系 哎呀 那这谜底究竟是藏在哪呢 难道真像村民们说的 是祖师爷的精神显明啊 百思不得其也的祖军山 晚上一个人在黑漆漆的墓地里面 那是走过来走过去 脑袋都快响破了 突然 村口传来的一阵响动 激起了他的一个灵感 怎么回事呢 原来 这时村口开过来一辆汽车 雪亮的车灯啊 刷的就往这个墓地照了过来 而灯光扫过墓碑的那一刹那 那些金身人像呢 一下子就清晰的出现在了 左军山的眼前 哎 眼前的景象呢 让左军山突然想到 第一个看到金身人像的 张锡岭那就是车灯扫过墓碑的时候 才发现祖师爷显灵的 而刚刚这个车灯一照到墓碑上 自己又看到了金身人像 这仅仅是种巧合吗 还是神秘的人像和灯光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想到这儿 左军山点就跑回村里 就扛来一台新闻采访灯 做起了实验 果然 随着高亮度的采访灯 从不同的角度照射墓碑 在场的人都看到 墓碑上隐隐约约的出现了 奇怪的人影 虽然不是很清晰 但咱们确实是看到了 墓碑上好像有人影冒了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想那很多观众都会说呀 啥人影啊 那不就是反光吗 没错 这些人影 那就是光线的反射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反光 白天光本来就是 从各个角度都来的 所以它是一种慢反射 这个慢反射本身不成像 等于是完全看不到 定向的这个像形成 但是要晚上 因为光线是从一个 定向的角度来的 所以它的这个定向反射 就比较清楚了 刚刚专家说的这话呢 比较专业 咱们呢用个示意图 来解释一下 所谓定向反射呀 那就是指一素 比较集中的光线 照射到一个平滑的平面上 诶 这光的这个反射角度呢 和入射角度呢 都是一样的 那么如果人刚好站在 这个光线入射角上的时候呢 诶 那就能够清楚地看见 物体反射出来的影像 红宇呢不是物理老师 不知道这么说 您明白没有 反正啊 高速公路上的夜光七路牌 利用的就是这个原理 而刚刚墓碑上那些 隐隐约约的的人影子 那也是光线的 这个反射形成的 那肯定又有观众要说的 算你解释的不错 不过呢 刚刚左军山做实验时 咱们看到的人像 跟照片上的比起来 那可差得太远了 完全不是一回事吗 嗯 没错 咱们做个对比 照片里呢 墓碑上只有金光闪闪的人像 字啊什么的都没有 而刚刚的实验呢 采访灯打到这墓碑上时呢 上面虽然模模糊糊的 有点人像的影子 可墓碑上的字 那还真清晴 和那些金光闪闪的人像 它完全不一样 哎 这又是为什么呢 几经周折 记者终于拍摄到了 墓碑上的金身人像 费尽心思 菩萨显灵 竟然可能只是墓碑的反光 那么为何实验灯照射下的 墓碑人影 和照片上的不一样 现场实验能不能为我们还原 金身人像的现身过程 经典团企继续为您解密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冠军 我认为今天的冠军应该是声音乐团 我感到刘少峰 冠军是李高阳 李高阳 刘少峰 李高阳 李高阳 刘少峰 声音乐团 但冠军只有一个 李高阳 代表所有的女生进行最后的冲刺 声音乐团 爆发你们最大的能量吧 刘少峰 我祝你攀上更高的峰 谁会是2011红哥总冠军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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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日晚七点半 四特东方院 中国红哥会 冠军场 现场直播 刚刚说到 左军山无意中发现 墓碑上的金身人像呢 可能和强烈光线的照射有关 他拿新闻采访灯 做了个实验 哎 灯一打 墓碑上还真就出现了人像 不过呢 和照片里的金身人像比起来呀 这次出现的人像不但不清楚 连墓碑上的字 他都遮不住 那这又怎么解释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为了找到圆满 而让人幸福的答案呢 左军山又在墓地里面转开了 在墓地边上 一块布满灰尘的石碑上 哎 他又找到了新的灵感 他突然想到 会不会是墓碑上灰尘太多 影响了光的反射 所以呢 这人像才不清楚呢 嗯 当天晚上 他找人呢 用清水泪 把一块墓碑洗得是干干净净 然后呢 再拿这个采访灯啊 往洗过以后的墓碑上 有那么一照 哎 看清楚了没有 墓碑上的人像和昨天呢 可就不一样 浇湿的作用呢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反射 是水的表面在反射 那么水表面反射 实际上就掩盖了 它原来的那个 凹凸不平的那个局部 接着呢 人们把全部的墓碑 都仔仔细细地冲洗了一遍 然后呢 对着这些墓碑 火军山的不断的调控 采访 得在这照射角度 果然 奇迹出现了 您可 看仔细了 哎呀 功夫不负有心人呢 总算是真相大白了 不过呢 有人要说了 慢着 还有问题 没弄清楚了 啊 这个 这个金身人像是光线的反射形成的 那是没问题了 不过呢 刚刚的实验 又是洗墓碑 又是调这个灯光的角度 那费了多少功夫啊 那以前没弄明白这事的时候 谁会去做这些精心的准备工作呢 还有 墓碑上的人像 那么多人见过 那总不可能每回刚好都有那汽车经过 把车灯照在这个墓碑上吧 嗯 不错 我把这些问题也给解释清楚 后马庄精神人像的秘密 那就还不能说是真相 那这些问题的答案又在哪呢 道路面还在这光源上 这几年呢 全国各地都掀起了一股过节热 一个地方有一点什么特色的东西呢 都要办个什么节 来好好的宣传一下 那么作为煤花拳的发源地 后马庄那当然也不甘落后 前两年呢 他们就办起了一个国际梅花拳节 为了有个过节的喜庆气氛 村里就把梅花拳祖师爷的 这个邹氏牧群的门楼 给好好的打扮了一下 装上了一排排的彩灯 那这些彩灯和梅碑上的精神人像 它又有什么关系呢 诶 有关系 经过仔细观察 左君山就发现 门楼上的那些彩灯里 就在最能让墅碑反射出 清晰人像的那个角度 刚好就有一盏高亮度的点雾灯 那么这灯的亮度 比那个采访灯还高 当然这玩意儿呢 它非电 所以轻易不打开 而这个左君山查了一下 村民们拍下那张金光闪闪的 菩萨现身照片的时候 村里正在搞这个梅花拳节的活动 那天晚上啊 这张高亮度的点雾灯 恰好就打开了 诶 这才有的那张被传的 神无其身的照片 也正因为这样 在灯没开 或者没有汽车经过的时候呢 墓碑上就不会有 强光反射出来的影像 自然那也就看不到 所谓的菩萨显灵了 好了 说了这么多呢 最后呢 我来给您呢 总结一下 墓碑上那些 所谓神秘的金身人像呢 你说穿了 它就是一种反光现象 那么以前呢 墓碑表面的很粗糙 反光能力的不强 自然不会有什么人像 后来呢 一位村里人呢 把这个墓碑啊 给漆了一遍 这个漆面呢 被漆的那是争名瓦量 诶 这反光的能力呢 那就强了 也就能够反射出图像 至于为什么反射出来的是 一个菩萨的图像 咱们呢 来仔细地看看 这杯面最顶上 是一个灵牌 漆过黑漆 而边上这块呢 没漆过 所以呢 有光线过来的时候呢 灵牌会发光 而边上呢 却不反光 诶 反射的结果呢 那就是 灵牌形成了一个 脑袋似的这个图案 杯面刻字的一大块地方 都漆成了黑漆 结果呢 反光的时候 那就成了人的身子 两个图案一结合 哎 从远处看 真相的一个菩萨呢 在那打坐 说到这呢 您应该明白了 这金身人像要出现 得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呢 墓碑的杯面 非常的干净 有很强的反光能力 二呢 得有强光源照在墓碑上 因为这个墓碑啊 它不是天天有人擦 那张高亮度的这个点屋灯 它也不是天天开 所以呢 很多时候 我们就看不到 这个强光反射出来的人像 而碰巧有人把这个墓碑呢 给擦洗了一下 又刚好赶上 有汽车经过 或者这个门楼上 这个大灯啊 它开了 哎 这神出鬼末的金身福大 也就献身了 故事到这呢 那算是结束了 再插两句 据说呀 左君山找出这个祖师 也显明的真相呢 想把他公布出去的时候呢 那有人就不高兴 为什么呢 你想 福大献身以后 来这个后马庄 烧香磕头的 看热的呢 那是络绎不绝 村里人靠着这个 那是实在是挣了不少的钱 而真相一公布呢 那还有多大人来呀 这财路不也就断了吗 当时啊 威逼利诱左君山 让他呢 不要公布真相的人 他不少 不过呢 左君山最后啊 还是顶着压力 公布了真相 对于这样的情形啊 宏宇呢 想说两个道 嘿 好 感谢您收看 我们今天的江西卫视的 今天来讲 咱们下期节目呢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